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分头去走 行 爸 你出去一下啊 好 你慢点啊 儿子这是干嘛呢 接着电话就出去呗 哎 万海 对 找到梦妮了 你不用过来了 好 你们先回去吧 放心 好 明镜 刘一鸣那边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提她 因为 她已经不是我之前认识的刘一鸣了 我不想听 你也别说了 如果你真想说的话 那就让我们想想 跟她在一起开心的事 开心的事 好 开心的事 哎 你还记不记得啊 你和刘一鸣刚刚交往的时候 她第一次带你来见我 非逼着我叫你大嫂 我当然记得 你当时非不叫 说什么 我比你没想那么多 跟一鸣就差两个月 说对你不公平 吃亏了 我跟你讲 那小子啊 就喜欢强人所谈 那后来啊 告诉我 说你一直在抱怨 抱怨谈的是三人的恋爱 说什么 不管到了哪儿 只要有你就会有他 有他 就会有我 那本来就是呀 本来有他的时候就有你呀 哎呦 你自己就不能有点自己的生活 就简直一个超级大颠颠炮 哎 那 那还有呢 刘一鸣要走的时候 让我帮他照顾你 结果你当时看我那眼神 极其的哀怨 烤得像我给你们两个拆散了 我告诉你你还别说 我想起来了 那一次啊 我还以为他走之前 会有一个可浪漫可浪漫的二人世界了 谁知道他见了我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走 咱们去找詹真横去 哎 你说我能不恨你吗 我就觉得啊 你就是一标准的第三者 还逞年理直气壮 有那么夸奖吗 我知道了 怪不得你每次看到我都阴阳怪气的 想通了 哎 还喝 烦不烦 现在还恨吗 想恨来着 但是恨不起来 这四年来 你一直都陪在我身边 又像骑士 又像天使 又像天使 那开心的样就 瞬间就 就变成看到街机敌人一样 那还不是因为一鸣 他说会给我一个惊喜 我还以为我生日的时候会见到他 我那天连课都没上 就在家等啊等啊 谁知道一开门 真是你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那我怎么了 那我也是刘一鸣打电话让我来的 说什么 哎呀我实在走不开 麻烦你了什么 要不然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那当然 那礼物都是一鸣之前给我准备好的 是啊 一个 带摄像头的 笔记本电脑 嗯 来 穿着恒 嗯 你 你喜欢我吗 谁听过你爱过我 想念太多的错 感情也太过 却反复上演错过的结果 心里无爱的执着 却没遮掩过错 放手这一刻 故事 我妈还不知道你回来了 我劝你这段时间 还是别出片段妈咪讲话 那我什么时候能初飞回来啊 我现在也不知道嘛 初飞有更好的办法 你说 你说我怎么那么没用啊 老大再三嘱咐我 让我别说漏了 别说漏了 我可好 一回来就 这事也不全怪你啊 早上回去休息吧 我这不舍重来过 承诺该如何结果 谁听过分手的纲 寻下过的承诺 懂得迁就我 人潮在多影 谁胜过太多 谁想等故事结果 却走散了 你喜欢我吗 我愿意做你女朋友 爱过 爱过 大人 你谁知道 你不舍失去 你看你 我还以为 我以为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呢 妮妮 做我的女朋友吧 好吗 对不起 昨天我不能答应你 因为 这句话应该由男人来说 我要告诉你 这些年来 我为你做的一切 除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 发自内心的深爱以外 没有任何解释 昨天我不能答应你 是因为 我怕对不起一鸣 可是不答应 我觉得我会对不起你 对不起我自己 妮妮 答应我吧 答应我吧 让我看看你 没错 是你 就是你 占据了我四年的青春时光 和我全部的身心 谁听过分手的纲 谁听过分手的纲 寻下过的承诺 不得迁就我 人潮在多影 血胸过太多 谁想到故事结果 却走散了你我 曾经清楚见爱过 曾经清楚见爱过 什么 我看见张志恒抱着孟妮 道弄爱人的伪君子 你说 我大哥为这样的朋友 两肋插刀 可他张志恒呢 为了跟女人插兄弟两刀 在哪儿啊 在孟妮家 张志恒抱着孟妮 你笑什么呀 你还笑得出来啊 人家两个人在家里头 那就是两情相悦 两情相悦 那刘一鸣呢 我大哥刘一鸣算什么 要是以后的话 那就钱能有败 我说秦鸣啊 你怎么一点是非 观念都没有呢 刘一鸣在北京 拼死拼活的为了谁 还不为了孟妮吗 可孟妮呢 在家里勾引自己男人的兄弟 这不成了潘金莲了吗 我们有是非观念 什么叫潘金莲啊 我觉得是人家孟妮命好 再说我没觉得 张志恒乃做的错呀 什么叫称人之危呀 人家现在叫勇于担任起责任 你懂什么呀 这是偷换概念 他们俩这就叫偷情偷情 不叫爱情 偷情 你懂什么叫爱情吗 我们俩之间有爱情吧 你在我妈面前 骗来骗去干吗呀 我们俩之间有爱情 在朋友这个人那个人 瞒什么呀躲什么呀 我还告诉你观海 你懂什么叫爱情啊 爱情就跟奢侈品一样 不是什么人都能拥有的 再说了 这个时候他们俩分手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解脱 我知道你们会觉得有些意外 可是我已经喜欢孟妮很多年了 之前一直不敢想 直到昨天 我有机会和她深聊了一次 我才发现她对我也是有感觉的 我不同意 我相信你爸爸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为什么呀妈 你也很清楚 刘一鸣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们从小对你的教育 就是不能夺人所爱 不管怎么样 不能为了这种事 伤害了你和刘一鸣之间的友谊 就算她两人出了问题 你也不可以充当这样的角色呀 以前我并不讨厌孟妮 可是通过这件事情 我倒是要重新认识一下 在这种时候离开刘一鸣 跟你好 真不知道她想做什么 妈 孟妮她不像你想的那样 您说得对 理论上都对 可是生活她并不是理论啊 如果爱情可以用理论来衡量的话 那就不是爱情 你和爸也都年轻过 一定也都知道 人在没有遇到爱情的时候 谁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爱情 可是你一旦遇到了爱情 爱情里酸甜苦辣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理由 爸 妈 我知道你们和其他的父母不一样 我也相信你们一定会理解我的选择 就算是暂时的不理解 我也相信 你们会给我足够的包容 我想 你们能给我一段时间 让我自己去体会 去感受 这么多年 我的心里一直只喜欢梦妮一个人 之所以一直没有她女朋友 我到昨天 才想清楚 也是因为梦妮的原因 好吧 谈恋爱我不管你 这一将来和谁结婚 这一段时间 那就又不得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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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算是 多累 陈icer 你不是 许子 小子 演的挺有点意思的啊 叔阿姨 大海 丁丁丁丁丁丁丁 好不好 我们挺好的 你怎么来了 我刚从老大他们剧组回来 梦妮她爸住院了 剩他一个人在家 我要在这住着的话 不是特别方便 大海啊 你笨哪 住家来呀 是啊 住家里边来 那床还没拆呢 是吗 会不会不太方便 你看你这孩子有什么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 行李呢 行李呢 我带着呢 行 你这孩子 大海 你小子动心眼 小管小管 我问你 你说一鸣在那排气累不累 身体怎么样 几乎不辛苦呀 吃得好 住得好 玩得好 要不是我要上班 我都想在这陪着他 真的 是吗 这以前的艺名啊 说这个在剧组 吃得好 喝得好 我这心里边还犯嘀咕呢 今天你这么一说呀 我就放心了 我就踏实了 四叔阿姨 你们就放心吧 我先让你放行李 你自己找给你找啊 这个是我们公司 新建议的模特秦丁 他基本上属于百变 什么样的类型都适合他 皮特哥 我刚才表现还可以吗 可以可以 非常非常好 那 我先去休息一下 你去休息一下 我们准备第二组 去影响的画 来 秦小姐 请留步 有什么事呢 我刚看完这组片子 非常满意 如果可以的话 我能请您吃个饭吗 实在抱歉 我不太习惯跟陌生人吃饭 对不起 那我就不勉强了 如果有机会再见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不算是陌生人 你真的不吃啊 我得保持体重 挺好的 听说公司 最近来了一批高手 是我今天看见那些吗 你看见高手了 我就看见一个 你怎么没戴戒指啊 我哪敢戴啊 万一被我妈看着怎么办 咱妈什么时候回家 其实吧 我妈是一个特有开拓精神的女人 行 什么意思 我妈要在这儿开个店 你妈怎么这么多想法啊 我妈是挺多想法 还有挺多理由呢 反正就是一条 她女儿没混出来 不好意思回去 她老人家最近问我了吗 问了 她老人家最近问我了吗 我说你出去办公了 好 行 老板 来碗炒饭 拿炒饭出气啊 哥高兴 我们经理说 年终给我封了一个大红包 真的 你因为我促成了公司 还有张之恒 还有江天威之间的合作 江天威 谢谢 我今儿还见着她 应该特有实力吧 太有实力了 我自己干了两斤白酒 才把她拿下的 以后酒少喝点 红包就多拿点 拿了红包给你买一个大钻戒 不要 攒钱 媳妇真好 我来 你是客 就算是客人 也认识这么久了 不必客气 坐 坐 要不要一起出去吃点东西 我在医院吃过了 陪我去呢 算了 能看得出今天你挺累的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什么 我就不陪你去吃饭了 那件事情 你还没有告诉一鸣吧 我觉得还是我说比较好 让我说吧 对不起 莹莹 你好久都没出去走走了吧 最近孟叔叔那边没什么大事 要不然我们找个地方出去散散心 去哪儿啊 去哪儿着行 你接电话吧 我先回去了 早点休息 诶 煌鸣哥 芮兒 怎么这么满天才接啊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杀青了 我杀青了 这回我真的杀青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 我是怕你工作忙的耽误你 要不这样您 用不了几个小时了 我马上就到家了 到了以后等你见到我面 你使劲往我身上撒谎好不好 我没事 你没事 那孟叔呢 都好 行 反正不管怎么着 等我回去 再苦在那咱们两个一起挺过来 咱们一起照顾孟叔 好 回家以后好好休息 别再这么拼命了知道吗 放心吧 还有啊 演员呢最重要的是口碑 以后啊你要敢再这么混 不用别人 洪姐就把你给灭了 遵命洪姐 我一定不会了 挣了钱呢 别自己乱花 给父母买点东西回去 给父母买点东西回去 我已经买过了 洪姐 谢谢你这么长时间对我的照顾 我知道跟您的照顾相比较 不错 借点钱有点拿不出手 但是您还是收下 行 洪姐收着 有你这句话呀 什么都有吧 什么都有吧 对不起 一面 虽然这一切 都是为了不想再拖练你 但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 但是我知道 我必须要去面对 当着你的面 把我们四年来的一切美丽 都打个粉碎 我的选择看起来是这么不堪 这么不到的 你 现在的你 依然在对我笑着 可我感受到的 却不再是甜蜜和幸福 而是神圣的罪恶感 好兄弟 我老妈 老妈 还有我们家店 就交给你了 这四年来 你一直对我悉心的照顾 除了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 拿心而理的喜欢 其他的我找不到任何的人 我愿意做你女朋友 其实 所有外面堂皇的话 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包括我的父母 我知道 孟妮她不讨厌我 但我也知道 孟妮绝没有像爱你一样的爱我 但是 这样的时候 我无法不对孟妮作出回应 即使在你面前 成为了个罪人 一鸣 对不起 不是因为我有钱 而是 我真的爱她 东西拿着 多少钱 不用了 这坐飞机很快要到了 又不是坐火车 拿着吧 挣了钱别乱花知道吗 放心吧 那行吧 你这么多东西 下车的时候别忘了 嗯 我那个剧组还有点事 车等我呢 我走了啊 你自己注意安全 到家可以捡来个信啊 孟妮 保重 姐会想你的 拜拜 小心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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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晚上一起吃饭 谢谢啊 娘 娘 凌晨 好兄弟 一鸣 我有话要跟你说 怎么了 是不是你这是出什么事了 不是 那是孟叔 也不是 什么话非在门口说呀 走进去说 一鸣 我真有话要跟你说 让我来说 你先回去 我们的事我不想逃避 我想大面跟他说清楚 来来来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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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这么严重 一鸣 一鸣 我跟你们两个说 你们这没来眼去的 我这小心脏可受不了啊 行 他不说 权利 你说 对不起 我跟明明 我跟妮妮好 你 我刚刚没听清楚了 你再说一遍 一鸣 谁啊 我跟妮妮好了 张俊鸣 你可不可以再说一遍 许鸣 你干嘛 留一鸣 用什么你冲我来 人潮在多影 谁胸过太多 谁想的故事结果 却走散了你我 曾经清楚着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这是真的 是真的 我这不是她的 昨天我以为我 她的女人 女人 给»你 我了 我 我了 少知 谁看得到的结果 却回不到承诺 也许就这样爱过 董涵 你留下来陪她一下吧 你留下更好吧 她现在不想看到我 我还不想看见她呢 更不想看见你 我还能看到她 你就是我刘一鸣最大的梦想 我想好了 不回毕竟了 你可分手都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 以后我不管你再生气 都不只拿分手两个再开玩笑 sulfur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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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小娜 对 是我 帮我盯进酒店 一周 我自己住 有什么 你照做就好了 早上好 阿姨 小关 早饭我都做好了 把一鸣叫起来吧 一块吃 那个 昨天晚上我们玩就有点晚 让她多睡会儿 昨天晚上你们半夜三更回来 是不是喝多了 没有没有 没喝多 没喝多 就是有点累 阿姨 让她多睡会儿 对 我跟你说呀 我一定让她多睡 她想睡到什么时候 睡到什么时候 我去把行李拿回来 你吃点早饭呢 那个 那个阿姨 我不吃了 你说这孩子真是 爸 起来啦 迷你啊 爸 爸 爸 你认得我了 傻女儿 您是我女儿 我怎么会不认得你呢 爸 你终于认得我了 怎么了 闺女 是不是爸又吓着你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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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高兴 奇怪啊 我这头啊 成天都是头昏脑胀的这 那 要不我陪你起来走走 好 慢点 不行不行不行 那快坐下 怎么了怎么了 天行地转啊 我真的是躺太久啊 那我帮你揉揉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妮妮 你不是要去北京的吗 啊 我不去北京了 为什么 因为 我跟一鸣分手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耽误他 想让他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小话 谁都想要追求梦想 我也想 史丹佛大学的建筑系 我想了一辈子了 你们做领导的 为什么要阻碍我去追求我的梦想呢 就不能有同理心嘛 你也有儿女啊 你也有家庭啊 我们家的你还那么小 你为什么要跟我去那么远的地方 你说 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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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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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永远消失在你和张晋恒的视线里 但是我不想做个傻子 告诉我为什么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爱你了 你看见我 再说一遍 事实就是这样 对不起 姨明儿 我不相信你 我不相信你会被犯罚 我不相信我们四年的感情 比不上你和张静儿的四个月 比不上你和张静儿的四个月 我还没有 我自己闭嘴 我看见你 我 我不信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